嗨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3号 欢迎收听TCMIC的DailyCNC News 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 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今天呢 这季的AI语音由优生学进行合成并赞主播出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 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首先让我来带您来看到第一则关于澳大利亚公司Titalk的报道 这家公司通过其创新的冷喷射增材制造系统 正在改变制造业的游戏规则 增材制造领域一直是制造业中成长最寻盟的领域之一 然而Titalk则带来了一项令人振奋的突破 就是冷喷射增材制造系统 这样的系统利用高压冷喷射技术 制限了金属材料在低温下的快速成绩 这让制造过程更迅速以及更安全 最重要的是不需要融化金属 Dominate Parsonson作为Titalk的销售主管 以及全球营销经理Ben Andrews 对于增材制造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见解 Parsonson表示增材制造并不是一夜之间的成功 他已经在背后默默地发展30年 等待机会来发展 现在终于达到了那个时间点 他解释说 Titalk的冷喷射系统与其他版本不同 它是一个基于冷喷射的系统 通过高压氮气气流来快速加速金属粉末 将金属颗粒以超音速推向表面 进而撞击并变形 精神兼固的金属结构 冷喷射系统的速度非常快 有小时可沉积5到7公斤金属 这比其他版本的增材制造要快得多 Parsonson强调 该技术使制造商在生产中根据灵活性 可以结合金属以创造更强大的产品 并解决传统制造方法难以达到的挑战 Titalk的冷喷射技术在生产大型金属键方面表现出色 如火炮筒和压力容器等 这些产品需要高压金属 此外 它也可用于制造接近成品形状的零件 Rulinvar模具用于碳纤维航空部件的制造 然而 Parsonson也提到 尊财制造在澳大利亚面临着一些误解 被认为只是用于精细或复杂的零件 他表示 冷喷射技术实际上在高性能和大规模金属制造方面表现出色 并可与传统机械加工结合使用 制造高品质的产品 Titalk与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合作开发了其技术 并在协作中不断追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客户可以根据挑战找到Titalkan 获得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售美机器 合资企业还是自行制造零件 这对组合认为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机构 需要在金属增材制造领域 投入更多的合作与培训 以确保新一代学生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技术 推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关于台湾工具机产业的报道 探讨工具机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 以及台湾厂商拓展新市场的努力 近期 有关ECF的终止 对于工具机产业的影响成为热门议题 然而 多数上市柜工具机场表示 终止对影响有限 而他们更关切的是 中国经济不明朗的情势 龙泽科的总经理戴云锦表示 虽然若ECF终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 但近年来 厂商已经将销售中国的机种 逐渐转移到当地生产 并且大部分的零件 如板金、夹制锯等 也尽量在当地进行采购 戴云锦指出 目前各家厂商从台湾 直接销售机器到中国的比例 已经下降 然而台湾工具机产业 近年来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 过去台湾工具机业的优势 在于灵活的生产 和具有竞争力的成本 然而 随着这些年距远逐渐贬值 台湾厂商逐渐失去了低成本的优势 戴云锦指出 结论如此 台湾厂商仍然可以透过 售后服务和客户中程度 来提供附加价值 并强调如何开拓新客户 会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相较于日本和德国等 大型工具机厂商 台湾工具机厂商的规模较小 主要客户群体是加工业 因此较容易受到 短期景气波动的影响 中国市场对台湾厂商来说 既是爱又是恨的存在 因为中国人人是全球最大的工具机市场 然而 在政策扶植的推动下 中国本土工具机厂商逐渐崛起 台湾厂商也开始寻求新的市场机会 如美国 东南亚和印度等地 但营锦表示 虽然外部环境难以改变 但世界充满了机遇 台湾厂商人人需要自力更生 不对寻求自我增值的机会 那接下来第三则的新闻 将由另一位主播为您继续报道 接着第三则新闻 带您来关注的是一则 关于丹麦研究在风能领域的报道 揭示人工智慧如何提升风机发电效率的故事 去丹麦财经报Finance的报道 通过人工智慧的应用 对风力运行进行了全新的分析以及计算 可以大幅度地提升离岸风场的发电效率 预计发电量将有机会提高10%至15% 奥尔胡斯大学的风能优化研究副教授 Molly Abber指出 这样的提升取决于离岸风机的数量 和排列方式以及最重要的风力条件 研究指出 通过运用人工智慧进行大规模的数据运算 预测将有可能提高风机 10%至15%的发电效能 这无一是人工智慧在风能领域所取得的重要突破之一 风机的整个生命周期 从早期的规划阶段到最佳位置的选择 再到故障排除和维护 都涉及大量的精密数据 沃续作为一家营运超过2000台离岸风机的公司 除了收集大量风机数据 更是运用人工智慧技术 发现了可能存在的故障信号 另外 Force Technology与丹麦技术大学的合作项目 也运用人工智慧来检测风机叶片的损坏情况 由于离岸风机的位置是分偏远且难以到达 且其庞大的结构使得在海上进行修复变的复杂强贵 因此早期故障的检测与解决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尤为关键 这也是该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挑战 并且有助于降低成本 提升风能的竞争力 人工智慧不仅可应用于离岸风机的硬体方面 还可用于相关领域 例如高精确度地预测未来10分钟甚至24小时的风力情况 对于风力发电商来说 在大型能源市场中 准确预测上未产生的电力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 尽管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但人工智慧的应用能够创造全新且更复杂的计算模式 有望降低风能的成本 使其更具竞争力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将为您带来一则关于制造业资安的重要报道 皆是瑞控网安提出的五大资安部署建议 以应对日益加剧的骇客风险 近期 恶意攻击不断蔓延 对全球制造供应链带来严峻冲击 致力于资安的瑞控网安研究指出 受到勒索软体攻击的自动化产线平均停摆时间为21天 每次停摆将造成高达280万美元的财务损失 随着骇客组织不断更新攻击手法 商业化的勒索软体降低了攻击门槛 根据调查 2021年制造业已超越金融服务成为最受攻击的行业 2022年攻击比例高达58% 瑞控网安全 全球行销副总许玉成指出 最近的骇客活动中透露出地缘政治因素 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风险上升 瞄准关键基础设施 此外 全球安全人员的短缺达340万 雇用跨领域OT网络安全专家面临挑战 加剧了OT受攻击的风险 在攻击风险上升之际 瑞控网安提出5点建议 首先强调OT资安应以设备为核心 这重新资产的资安部署 其次 解决方案应适用于新旧系统 因公控场域依然存在大量老旧系统 第三 综合使用软硬体多层次防护 解决公控场域对第三方资安软体的限制 第四 鉴于部分厂区不连接外部网络 资安方案应避免过度依赖云服务 最后 持续运作的效能是OT的关键 因此 资安方案需考虑效能最佳化 总结而言 工业4.0的推动带来新的资安挑战 瑞控网安强调 针对不同垂直产业特性 企业需关注资安的不同层面 特别注重Loti资安持续运作的重要性 以提前预防潜在害客行为 瑞控网安也提供Loti原生CPSDR技术 帮助企业实现全面的防守 嗨我又回来了 那最后一则新闻带您看到 一则关于劳动市场的报道 即是无薪价与产业缺工之间的矛盾现象 近日 劳动部发布了最新的无薪价统计 现时实施无薪价的人数再度超过万人 达到11201人 其中制造业是重灾区 有1256人受影响 然而 同时我们也看到整体产业缺工的情况 也有20到30万的职缺未能填补 而制造业面临无薪价的同时 服务业却在大规模缺乏人力 这背后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劳动学者和人力市场专家一致认为 核心问题仍在于薪资待遇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本次实施无薪价的企业有632家 比上次增加了56家 只是人数达9855人 这个增幅在近三个月中是相当明显的 而其中 制造业仍然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 占了8成3 总数为265家 9,327人 然而 有趣的是 即便制造业出现无薪价 服务业却在面临严重的人力缺口 台大国法所副教授辛炳龙指出 最近的失业率数据显示 国内失业人口有41.7万人 然而产业的缺工数约有20到30万 这意味着实际上国内的劳动力并不短缺 问题在于薪资待遇 他强调 值多内失产业之所以难以招聘 根本在于薪资待遇不具吸引力 无论是1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陈仲威 还是YES123球职网的发言人杨宗斌 都表示薪资差距是关键因素 陈仲威提到 通报五薪价人数最多的电子领组建制造业 平均薪资达到53,652元 而餐饮业仅有33,865元 这种明显的薪资落差让许多人选择了外销导向的工业 而不愿转往内需服务业 杨宗斌表示 制造业的工资相对较高 转型到服务业的转换可能相对容易 但薪资的不同仍然是一个重要考量 总结而言 五薪价与产业缺工之间的现象介绍出就业市场的不平衡 众多专家一致认为 对善薪资待遇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让各个产业都能够吸引到足够的人才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的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薪好评或按赞 定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